在一场比赛中 铺头少年发尽网短球 时刻观察对手的动向 停顿推后场骗你二次启动 不慌 踢掉过度回去 不给你连贯的机会 抓底线反手区 年轻人思维不错 我继续过度 趁其还没完全转过身 勾对角占据主动节奏 这球的确有些被动 调底线争取为防时间 落球位置刚刚好 压一拍继续保持主动 问题不大 挡回去就行 老套路很适用 继续降点击球抓后场 不给抓 回平高调整节奏 落球点正合适 找到机会就杀 我早已做好接球准备 极限就球丝毫不含糊 快速冲到往前 搓球抓进来 别看我骨质疏松 我还能接 人与球同步走 拉掉照顾老年人 反击的时候到了 回平高抓重复位置 差点被骗 还好我反应及时 连贯到往前 放网制造进攻机会 这球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挑底线争取回防时间 球飞的挺高 正和我的胃口 重杀斜线抓同一位置 我防守固若金汤 党员往静观齐变 连贯到往前 放网再度逼你起去 没那么容易 往前博弈我也在好 继续斗往前容易被扑杀 挑后场拉开空间 这球应该没出界了 反手过度回去 回球质量那么低 暴杀斜线结束这一局 想得到挺美 再次防守回去 趁你倒下继续打你同一位置 我反应快如闪电 有两下子弹不多 回平高调整节奏 调整个毛线 继续保持高强度水准 我溃然不动 我往前也是超级高水平 继续来 来个毛线 扑了你 哎呦 裁判这球你怎么判给他 难道我犯规了吗